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胜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13集 我是310 那么开始之前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就是那个石匠水稻 两个老头在滑水那个雕像那 那个地方我们去完提尔地窖以后 在过去呢会刷一个山怪 把那个山怪干掉以后 他会掉一个非常厉害的 这个炼刃的这个卢恩符文攻击 不过呢我这边不着急去 是因为这个地方还有一张藏宝图 上级拿了一张藏宝图 这个人还有一张藏宝图 这一集拿 拿完以后我们下级再去 这样一次性搞定 而且这个符文攻击呢 我们这个炼刃的 怎么主线路上还会捡到另外一个 也非常好用 所以说也不着急捡那个 儿子这个发现自己是神以后 非常嘚瑟想告诉别人 想向全世界宣告 好我们这里这个调整一下符文攻击 然后这边这个东西 之前我们说等级太高 一个两个女巫 一个6级 一个7级 现在可以打了 首先呢 让儿子破了他们的这个防护罩 然后暴气 放乌鸦杀阵 然后用一下这个跺脚阵地 把他们怼到墙边上 然后两块石头去 直接搞定 顺利的话就这样 如果不顺利的话 你要跟他们绕半天 那么原则上呢 就是先干掉一个 不管是6级还是7级 一般人就选择干掉6级 因为6级那个弱一点 利用这个乌鸦杀阵结束之前 你这个绝招连放也好 暴气也好 把那个6级先干掉 这样剩下一个就好打很多 这边有两块碑文 一个是穆斯贝尔海姆火焰国度 还有一个是迷雾国度 尼富海姆 这个莫斯贝尔海姆呢 我们这个符文对照牌 已经收集齐了 所以能够堵这块板子 尼富海姆左边那块还看不了 尼富海姆 尼富海姆 是 啊 但是 这直到 coisas no matter where we see you in 2 Shan father can I tell no tell me what did you put this wheel in your mouth oh God I'll vomit I'm not kidding I'll throw up on it it is nothing a family matter 信德利老是自己給自己加氣 I can tell you a thing or two about family matters 啊 啊 我猜猜 你的兄弟不太能力了 和你 他的工作是浪费 啊 那些事是正確的 你的意思 那是所有你都在说 每次都在说 每次都在说 做什么 和我们在做 我明白 是的 我们在听到 小小小的小小的问题 好 好 两人都震惊了 什么情况 吃了火药了 而且这个时候 非常应景的打了雷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去跟这个 新的里对话 他这个对话 就会变得非常消极 好 那么这个 先不管新的里 这边还有一场战斗 先到左边来 左边这边有一个 这个石 神魔 刚才好像被砸到了 但是 那个 荒原浪人的这个衣服 帮我们挡掉 衣服还是不错的 我们这个 虽然早就出这个 阿三抓头了 我们把绝招放回 把他这个HP压到一格以下 这样的话 可以保证这个 处决的过程当中 就把他干死 别的下来再打第二回 我们这一看到 这个狼人被这个 梦魏附身了 这个时候你如果不用这个 不用这个 骑坦克过去把他干掉的话 你自己打要打半天 很烦你 那狼人被附身以后很难打 最好就是像视频当中这样 乘坐这个坦克过来 直接两下就吹死了 好这边之前呢 我们是坐这个缆车的 但是呢 过来以后发现这个 这个缆车用不了了 又坏了 剧情强行坏 好这边呢 我们之前过来过 但是呢 这个机关当时开不了 一个是需要电剑 一个需要练刃 所以说呢 这边我们过来 把这个东西开一下 这边给的这个 叫什么武器文章 这个 这个护身符还是不错的 加力量 加力量不是很满意 但是他后面那个特效还可以 好这边呢 我们上山还是得走 这个原来那条路 儿子太膨胀了 要叫进去 这里的话 我们别走到那个黄的毒气池里面 站在边缘 把这个赫尔之风给拉下来 然后在这儿过渡一下 这个不太容易看见 藏的比较硬 你要直接跑回去 肯定来不及 这边过渡一下呢 就行了 然后把这个东西打开 这里又可以拿到这个 练刃的 卢恩符文攻击 是个轻攻击啊 叫赫菲斯托斯之波 其实就是波动拳 这个东西还挺好用的 我们把它升满 需要的经验也比较多 但是还是要把它升满 后期的这个 炼刃的主 主打的这个 轻攻击啊 先请他吃一个卡尔塔洛斯 再请他吃一个这个赫菲斯托斯 两个丝都撕完以后就差不多了 这个波动拳 他这个优势呢 主要就是发动非常快 然后这个威力呢 也还可以 然后再加上他还带有一些吹飞的效果 有时候能把敌人吹到悬崖下面去 也挺好的 回来帮忙 为什么你让我带你带她 带她来带她 不 为什么不 我们差不多了 你认识我可以带她 可以吗 可以吗 后面你说她 我问她 我问她 什么 她不是一个神吗 她比较比一个神 你不认识她 好 带她自己 好 这个地方啊 我们把这个 来奥丁的密室走一趟 这个虽然不是要打女武神 但是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离 最近的那个存档点 传送点 传送点稍微有点远 所以我们把这边 密室里的传送点给她打开 这样以后来挑战那个女武神 就直接可以传送进来 顺便把这个乌鸦也给打了 好 我们知道每一个密室里面呢 都有这个一个传送点 一个女武神和一个乌鸦 然后呢一般还会有一个棺材 和一个这个木箱子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有钱 有的时候没有 这些都是词要的 主要就是这个乌鸦 女武神和这个传送点 我们上去之前呢 这个调整一下技能 调整这个混沌气旋 然后升一级 当然你要再升一级 我也没意见 这个混沌气旋呢 对付这种HP比较少 但是那个数量多的这种杂鱼的时候 会比较有优势 就比如现在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呢 会刷三个这个传送门 然后每一个传送门 都会刷出一大堆这种自爆兵 这个东西我们在 应该在这个赫尔海姆见到过 只不过他们现在是毒属性 那个时候是冰霜属性 被抓到 这个投机好像是不能防御的不行 但你要把他们击飞呢 他们就会在这个坠落的地方 直接爆炸 这个战位如果 站到人群当中觉得太多的时候呢 就放这个乌鸦杀阵 然后接这个 混沌气旋会非常爽 爽到 然后如果敌人都在一个方向呢 就可以放这塔尔塔多斯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是想用这个 斧头也可以 但是斧头不要用 就是硬直太长了 要不然的话 这个容易复背受敌 这个地方 或者你也可以站到 就是出口那个桥上 那个桥后面是不会刷人的 所以说 可以保证所有敌人都在你这个面对的 方向 这样的话也会相对压力 压力小一点 这边这个打的还是比较 比较保守的 连那个这个 解放潜能都没有用 儿子好像猜对了 儿子猜的呢 有点接近 但是呢 还不是完全一样 奥丁到底知道什么 我们要下一部游戏才知道 这边我们把这个之前路过的这些荆棘都烧一双 里面东西拿一拿 现在这个 宝箱里面拿到的钱都是四五千 四五千 还是挺爽 好这样的话 左边坍塌 塌方就上不去了 从右边走 其实右边走得更好 近一点 这个上山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开始 慢慢入手这个硬钢 好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之前已经路过无数次的 其实有一个这个藏宝点 就是这个别眨眼 这个藏宝图呢 我们是在法复纳的这个储物间拿到的 去完这个任务 拿了那个藏宝图呢 到这儿路过 就可以挖到这个东西 这个你去完精灵国度以后 就可以去那个地方 你不一定要做这个任务 你可以先拿着藏宝图 然后再回来 这样的话 你这个相当于是第一次登山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 这个其实还不错 这个咒术嘛 把哪个换掉 把这个换掉 狂怒之眼 加这个卢温符温和冷却的 而且是五级 现在是这个五级不稀奇 但是那个时候 第一次上山的时候 这个 这个咒术 紫色是传说 还不错呢 这里我们看到摩迪 Thor 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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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什么你做到 Magnin 我的老爹 变成了我的老爹 我变成了 似乎他做得更多 移动 或是会拿到哪里 我会杀你 我会杀你 不值得杀 他应该赔了 他应该赔了 什么他说过母亲 我说 不 但是我们是神 我们可以做 什么 我们想 做 什么 我们想 那我说到你的母亲 直到她 我给她 什么 你做什么 这一切更好刀 这一切更好刀 那一切更好刀 你杀了 你杀了我的想法 你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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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杀了我杀了吗 我杀了你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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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神的 我们的目标 从今到最后的日子 你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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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你杀了 是的 但是在抗自己 你自己 你永远没有 你杀了 你杀了 谁杀了 你杀了 他在那里 什么差点 有什么 有效果 杀了 你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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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父亲吃了哑巴盔 这个 这个事情不好说 是吧 一怒之下 人能搬起桶装水 好 提一下 Magnia和Modi 之前我打BOSS的时候 好像是忘说了 两个人的声优也非常有名 这个 前面这个地方我们先埋伏一下 这边会刷这个塔佐如虫 一个海豹 我们把这个小儿子刺成光之剑 然后去打这个水晶 然后就可以很快把他们打出晕眩 钻下去 钻下去没关系 换成电剑 他们就很容易麻痹 麻痹以后 我们自己来打这个晕眩也是一样 很容易打 空手就可以 这个 刚才说了一半 这个Magnia 他的声优是这个Troy Baker 也就是美国末日里面那个老父亲 同一个声优 然后这个Modi的声优是Norland North 是神秘海域里的德雷克 都是大牌 大牌配插鱼 这边这个很容易漏掉的这个传说 收集一下 这边讲到这个Fugen 好这里我们稍微这个调整一下轻攻击符文 改成复仇女神 这个第一个人呢 儿子会直接上去秒杀 使用头子 儿子越来越屌了 不过也就仅限于这个时候 从这段开始呢 这个儿子会不太听指挥 那你让他射这个射箭 他还不听你的 尤其在战斗当中 平时解密他还会听你的 战斗当中 他这个绝招乱放 然后这个射箭也不听你指挥 这场战斗基本上靠咱们自己 不能太依赖于这个控场 儿子就开始乱放 放无压什么 当然他比他什么都不干好 刚才说了一半这个这个Fugen Fugen这个之前 米米尔在船上说过 他说是这个索尔的这个母亲 儿子现在拽的不行 欠销 这边我们找一下Brock 有一段特殊对话 好这里其实也没有什么要买的 我们这边把这个冰山怪之都买了 这个东西也不是很贵 现在钱也有素材也有 然后后面那个重公斤呢 是需要去这个火之国度呢 所以说就先不买 买不了 这个索尔的老妈 之前我这个说过是叫乔德 就是大弟的意思 这个Fugen也是大弟的意思 就是怎么说呢 可能就是神话在流传的时候的不同的这个名字 总之 这个就是奥丁和一个叫大弟的一个女巨人 升了索尔 至于他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 还有不同的版本 好这边的还有一个密室 这个密室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把这个开开 把传送点开开 然后顺便把这个乌鸦打掉 米米尔也准备好了 你是准备好现场解说是吧 我们这边就不打不打 以后留到一起打 这些女武神啊 基本上你要是水平过硬的 你不是不能打 但是后期来打 稍微简单一点 所以没必要 可以打 但是没必要 我们这里出来以后 做这个电梯 之前那个是做那个好像是一个 类似于什么夹子的一个东西上去的 因为这个电梯被这个缠绕住了 所以现在我们有这个链刃呢 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电梯了 因为那个已经坏掉了 俩人迷之沉默 i can't learn if you won't teach me you do not heed my lessons i've done everything you asked and all i wanted was the truth where did you get your fire why did you hide them you said there are consequences to killing a god you used the blades to kill one who else did you kill before Magna how many do you hear me i heard you i heard you and these are not subjects for discussion do not push me boy fine i know everything i need to know now i have nothing else to learn i have nothing else to learn congratulations 儿子的这个问题 针针见血 太尖锐了 那我问你这个 还是沉默比较好 这里我们快进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机特别长 话都说完了还要跑好久 这个毒盘时间那么长的吗 好我们这边呢 这个第一个 一个这个符文桶 好像放的位置不对 本来可以把一烧二的 这边的话这个儿子也会非常主动激进的这个攻击 好这里要小心啊 这边这边这两个人身上都是带火的 你最好是隔远一点 把他们这个火给打灭 要不然的话你近距离跟他们去打 自己也会受伤 被烧伤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敌人 他身上应该是被这个孟爷复身的 他在那疯狂回去 我们把他打出来 先把这个孟爷干掉 好这里的话我们打完战斗以后 有一个小迷笔要解 那就是这个像国际象棋的棋子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解谜的关键 一周末的时候估计要在这想半天 怎么回事 我们要把它放到一个上层和下层都够得着的一个地方 但是因为我们上不了台阶 所以就把它放在台阶边上 这样的话把这个赫尔之锋传到这个东西上面 这样在楼上呢就可以摸到这个赫尔之锋 我们要把这个赫尔之锋带到这个地方 让儿子过来开门 我们切完成光剑打晕眩值 这个boss把这个门砸开以后我们就上去放大绝招 复仇女神的狂冲特别适合这种会被打出硬直的这种敌人 不太适合这种就是会扛你伤害的那些那些那些敌人 好这样我们有坐姿以后就直接上去 上去A就行了 非常爽快 没空着血量差那么一点点 小心他的头子 稍微补两下就差不多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漏网之鱼 我们看到头上有一个油罐你要是这个一下子爆发打不出来 你也可以退后一点让这个油罐去炸这个食人魔 儿子嘴炮现在有进步 我们走到这个边缘 走这个边缘把这个赫尔之锋拉下 这边呢又可以获得一个 卢恩符文攻击 像这种小房子都是需要传风的 那这种房子里面呢 基本上都是这个炼刃的符文攻击 这样就可以确保你在拿到炼刃之前 你是拿不到 就算你用邪道进来 你也拿不到这个 这些东西 要不然这个游戏就出问题 这边拿到一个非常厉害 叫许伯李温的梦基 这个呢其实就是海伯利昂 三代那个海伯利昂 看他的动作呢 好像有点像这个海格丽丝灵魂 就是三角三角三角 最后那一下重砸的强化版 这招也是非常不错 我们拿到就直接给他生买 后期这个炼刃的主要的一个重攻击技能 这个轻重攻击怎么安排呢 这个游戏的 好吧 这个明明发现善意的提醒 发现他们已经把龙给杀了 太刚了 好这边拿到的就是之前说的这个藏宝图 然后就过来检验这个藏宝图 你看不会漏 这个太明显 不想拿都不行 意想不到之处 这个是在女武神的议会厅 就是在刚才那个两个老头划水那个地方 爬到顶上就是这个 这样的话可以一次性去拿一个 这个卢恩符文攻击加两个藏宝图 还是很划算的 而且这个藏宝图啊 它里面拿的这个素材呢 是升级我们现在这个炼刃刀把的那个素材 是个关键素材 我们这里换成这个冰霜远古诗鬼之怒 我们要打这个远古诗鬼呢 但是这个远古诗鬼呢 这个远古诗鬼呢 特别一点 它非常猥琐 每次这个开胸口 就这个一小会时间 这样你用这个直接使用这个远古诗鬼的 这个射线的话呢 就会 就会这个打不全 它很快把弱点关起来了 这样你就打不上伤害 像我们这样站到这个视频显示 这个凹口这个地方是无敌的 可以引诱它多次敞开 胸膛攻击 这个时候我们用轻攻击投掷啊 等到把它这个暈眩值打满以后跪下来 再来一套这个射线 它就直接瞄了 时间上稍微慢了一点啊 但是非常安全 这个对远古诗鬼的宝具真的是非常厉害 好那边这个拿这个树枝解一解谜 刚才说了一半这个事情就是 这个卢恩符文攻击这个东西 一般呢你需要准备两套 有一套呢是就如果你是主打这个 卢恩符文就是CD流 靠这个卢恩符文攻击来 也就是靠大招来输出 然后等这个冷却时间 或者想办法缩短 甚至重置这个冷却时间 然后大招连放的这种输出思路 你就需要准备两套这个卢恩符文攻击 刚才没说就是那个棺材上面拿到一个叫神化清晰的套装 这个衣服呢 这一套装备啊应该说是主线里面 可以用到通关的一套 还挺好用的 刚才拿到最后一个干杯 之前上山拿了四个干杯 这样干杯又齐了 然后这边又达到这个肩甲神化清晰的肩甲 这个虽然还是有点寄老的这个样子 但是已经比之前的那些橘子皮好很多了 我觉得 所以你要真的穿的话也是可以穿的 而且升级这些 这些衣服呢只要剩一次就够了 而且需要的素材非常简单 你可以看到只要纯钢和钳就行 很容易升级 我们这边把这个硬钢拿到了 拿到数量的这个把儿子弓箭升到最高级 升到最高级的这个技能呢就是 弓箭射完以后放一下这个儿子的这个技能 这弓箭会重置 那四发就会恢复 这里打一下这个空间裂器 这个有点难度 这边有有七级六级的敌人在里面 我们先防两波 然后呢上一个大招 然后让儿子放杀阵牵制 放这个乌鸦牵制 然后呢冷却 冷却完了以后再放大招 那边换武器我也没意见 但其实不用了 这些杂兵呢 先想办法把这个七级的快速秒掉 这边不太顺利 就是因为儿子控场没控好 你不是很拽吗 你怎么回事 还要我来救你 这边他一没控好的话 我们这边输出节奏就乱了 这种事情也是看人品 那么好在这个高级的这些敌人呢 强力的这些敌人呢 已经都干掉了 剩下几个眼球 还这种四级的杂兵啊 就这个不足为惧 好这边把这个素材给磨了 这边拿到一个尼弗海姆的这个符文对照盘啊 咱们还差一个 如果你这个平时注重搜刮的话 这个这个时候这个尼弗海姆的这个对照盘 应该也已经起了 咱们也不着急去 所以说也没关系 这边拿到了几个这个 都是史诗级别的这个咒术 给他插上 还不错 然后他的这个加多少点属性啊 加的是哪个属性 好像是随机的 所以说你要是愿意 你可以这个SL刷一下 当然这些都是这个 到最后会被替代掉的这个过渡品 所以说我们也不刷 没什么必要 后期用的那些咒术啊 基本上都是一些任务给的 或者什么都是数值固定的 基本上 所以说不用担心 然后这边呢上去之前 我们到角落里把这个宝箱开一开 这个是神话清晰套装的最后一件 这套衣服呢 身拿到是五级 然后身到顶是五加 然后衣服是三个孔 另外两件是两个孔 还不错 而且主打的这个是冷却时间 好这边看一下收集品啊 山这边是除了一个女武神都收集起了 山脚也是 除了女武神以外都收集起了 这样咱们就可以正式上山 就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有凿子 有这个符文 就可以通过国度 国度这个传送塔 这个传送门应该叫 去这个约顿海姆 儿子儿子自信太好了 这么复杂的符号 他都记下来了 这边我们可以调查一下米米尔的尸体 触发一小段对话 挺有意思 米米尔你看他是谁 这个地方的谜题呢 我因为关掉了 如果你不关掉的话 这边要戳四下 要戳那四个角上 那个小圆圈 都戳对以后才能解开 这个吊桥还有这个山 之前我们在亚夫海姆的这个世界之光里面 曾经看到过幻象 果然巴德尔就在附近 好 魁也又被打了一个贯通伤 魁也每一代都要被打个贯通伤 逃不过的诅咒 我说 我说他不太好 他也就在哪里 他不太想了 我说他不太想了 他不太想了 他不太想了 你 哦 完蛋 回一通往约顿海姆的这个门被砸断了 老爸说了还撒屁骨灰 你现在还在想撒骨灰 老爸的骨灰快要成型了 你还在担心去约顿海姆的事 我会做的重量力量给你 让开吧 放下来 老爸 你不是准备了 我准备了 我准备了 沈默 我以为我认为我的家庭是砸断了 哈哈哈哈 儿子不知道为什么被这个匕首扎了一刀就晕过去了 还要靠老父亲来救场 孩子不听话 真头疼 原来这个巴德尔是骑龙过来的 怪物在第一次登场的时候 天空一声巨响 我们在这个要龙背上的骑兵了 这一段呢就直接锤就完事了 他没有这个反击的能力 一轮打完以后呢 然后交换这个弓手 咱们要第一时间防御 巴德尔有点厉害 拳头都打出火花来 然后他出这个重砸呢 反正你看情况往左度还是往右度 当然你也可以左右闪 当然就实际乱用 在他这个重砸砸完以后 你就可以反击了 不要愣在那让他砸 这样你不给他造成一定的伤害 这个剧情不会往后推的 所以你光靠躲就过不了这段 还是要揍他之下 还是绝对没掉下来 可能是被挂住了 这个时候老父亲掏出炼刃 想要抓住 没想到这个炼刃太锋利了 要是顿一点的话 就挂住了 这个刀太快也是坏处 直接从头滑到尾 最后人掉下来了 我也采用了这个希腊队长式的着陆方式 太刚了 好然后这一段 这段是不需要操作的 看戏就行了 可以把手柄放下进入看戏模式 太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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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了 如果这里组放下 的话 大颈十字幕 会开会 着陆到你 哈哈哈 是终于 是 是吗 啊 就算了 Baldur 不 听我 放开我 放开它现在 或我会杀它 你知我会 奎耶这边是 强行开门 然后刚好是转到赫尔海姆 三个人就像抽水马桶里的那个什么一样就被冲走了 还是红锡式的那种 空中继续 这样咱们又回到了赫尔海姆 儿子不想来吗 行吗 来了现在 满意了 起来了吧 刚才不是嘴很硬吗 你会帮我帮忙吗 来啊 自己起来 呵呵呵 长点记性啊 你会听我 而不是说一句 我就是你的父亲 而你 弟弟 而不是你自己 你很快要拒绝 你愿意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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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将不够 你会拒绝你母亲 而拒绝你这个路 你选择 这些路 这些路 不太晚了 这些谈论 这些谈论 已经远离了 我们在这里 因为你 乖 你 永远记 那些路 我们中国常说 孩子不听话 揍一顿就好 不过在这个西方的 世界里面 这个 打孩子属于家暴 这个是个事情 可以报警的 游戏当中 不可以出现这种桥的 好 这边啊 可以看到这个 一顿嘴炮之后 获得了一万点经验 这个这个 后期经验来的 也是非常快 主线给的经验 就非常多 按照米米尔这个意思呢 按照米米尔这个意思呢 在空中跳起来 一把抓住 然后扔回去 但是那个人已经死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 飞到了这个赫尔海姆的身处 儿子还想抵赖 明明就是你 让大家都看见 是吧 好 这边的话呢 走到一半的时候 桥会坍塌 这个时候你跳过去 然后再马上跳回来 这样这个 就不会陷入过于被动 我们想换一下这个符文技能 但是这个冷却完之前 是换不了 没算 跳回来以后 先把这个眼球 就孟叶给他抓过来扔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 迅速把这边的秒掉 然后让儿子射箭 控一下那边 不要着急 空中点爆 爽不爽 这个的话因为等的太低了 所以说让儿子打一下就行了 因为之前主线拿到了这个5级的衣服 所以说基本上你不管做不做 支线摸不摸鱼 到这个地方 你的装等一般都是5级以上 咱们现在应该是 还是6级出头一点点吧 反正不会低 再加上有孔 那套装备本身就有孔 所以说打这个冥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又看到了幻影 老父亲让儿子不要看转身 自己他妈看的不亦乐乎 你会发现这个老父亲这个时候 你不管怎么扭镜头走来走去 老父亲的脑袋像鸡头一样稳定 那就是就是转过去 你看儿子都转过来了 老父亲还盯着看 好看完了 刚才说了一半就是那个那个两套符文 有一套呢一般是输出会比较大 比如说像这个双巨人的厨地啊 还有像这个复仇女人狂冲啊这种 老父亲说我搜瓜的时候不要说话 让我集中精神 这个宝箱容易漏掉 不过里面也不是什么之前玩意儿 漏掉就漏掉没关系 刚才说啊就是这个像双巨人的厨地这样的技能 他虽然伤害高 但是他伤害高是靠着这个 攻击多段来实现 如果这个技能能够把敌人打出硬直 啊那么没问题 那如果说敌人这个打不出硬直的话 这个招式就很危险 很容易被敌人反噬 所以说呢就需要另外一套替换方案 就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叫什么海伯利扬的猛击 像赫菲斯托斯之波 还有像那个斧子的像刀刃之河啊 还有这个这个烈维坦的波纹啊 这种顺发技能 这样的招式呢虽然伤害没有那种高 但是他这个 发起来的话硬直比较短 当然这个刀刃之河打他还不是很好 像这种敌人他是有霸体的 刀刃之河最好是那种会被打退的那种敌人 他会顺着那个刀刃之河一直受伤害 对付这种铁甲敌人霸体的 那最好还是这个下击之爪加这个外域中击 找准机会蓄力 像蓄力也是塔尔塔洛斯之路啊 那个那个技能就是要蓄力 所以说有点危险 小心他放技能放完我们放 好再见 我们这个荒原浪人又可以拿到他的这个 盔甲 又可以伸起我们衣服 不过这个冥界是没有伤人 咱们得从这个赫尔海姆逃出去才行 好这边呢这个马上遇到巴德尔了 我们先搜刮一下不往前走 搜刮一下这边有一个人会复活 我慢慢看他装逼 就静静看他装逼 起来以后把他打下去 好这里推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巴德尔之前也讲过 他有一个兄弟叫霍德尔 这个巴德尔在北欧神话里面 是一个这个光明神 就是人人都喜欢他 然后呢长得也英俊 然后呢性格也很阳光 然后这个也很正义 反正都是各种优点吧 他的兄弟霍德尔呢 刚好跟他相反 他不但不但是这个瞎子 而且这个性格非常阴沉 所以大家都不太喜欢他 一个是光明神 一个是黑暗神 我们这里看到这个巴德尔 他也看到了幻象 这个巴德尔非常惨 他也看到这个巴德尔非常惨 他虽然有不死的这个祝福 或者说诅咒 但是他没有感官 被剥夺了感觉 所以这个知道这一点以后 你在联系之前 巴德尔来我们家门口找事的时候 非常失望的发现 亏耶也不能对他造成伤害 当时他就很失望 他本来还以为这个亏耶这里 可以给他有不同的人生体验 但是很遗憾 他也没有冒败 他可以冒败 15岁 我可以冒败 不过去 走 走 你做什么 做什么 走 走 这个应该也是发生在这个过去的事情 巴德尔的回忆 那么从这一点开始这个时间点开始 应该是我们在游戏当中 如果你不了解北游神话 你是第一次知道巴德尔和弗雷亚是母子关系 虽然之前你可以可能猜到 但是这儿是正式交代了这个关系 很明显巴德尔对他老妈不是很满意 这个弗雷亚对他的孩子过度保护 但是没有考虑到他儿子自己的这个想法 我们继续回来说刚才这个事 这个巴德尔和弗德尔理论上应该是奥丁和弗里加神 这个跟没弗雷亚什么事 在这游戏当中呢 这边下去不着急走旁边有一个洞 进去还有个箱子 搜挖一下 这个游戏当中呢弗雷亚和弗里加是同化成了一个人 所以说呢这个他也就变成了这个弗雷亚的儿子 应该是这个神后弗里加他的孩子 他们俩就就这俩孩子应该是孪生兄弟 好这里前面呢有一场这个战斗 我们把它换成这个列维坦的波纹 一上来呢远处有一个这个拿锤的 直接让他吓了下坨 然后让儿子这个放下乌鸦杀阵控场 这边又下来一个锤哥 本来我是打算这个赫菲斯托之波 然后再接这个列维坦波纹 但是这个方向没控制好 没把它打下去 这样就浪费了不少时间 但是后面这个乌鸦杀阵完了 节奏有点乱 一次一次失败的这个演示 如果顺利的话呢 两边两个各自都打下去以后 剩下那些就随便打打 听到了神秘的老爷爷 好这里呢不着急走 还有这个可以搜刮的东西 这边有一个三女神的这个宝箱 这个命运女神的宝箱 这个东西呢 是牛角好像是 但是呢这个东西 说到这个顺便说一下 就是冥界的这一段 这一段后期通关以后 是不能回来搜刮的 所以说你要是有东西没拿的话呢 就没了 最后这边有一个印章好像是随机 有时候刷在这 有时候刷在旁边那个柱子上 那么这个地方回不来 这个东西没拿到怎么办呢 其实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这一段呢 游戏制作时候这个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说他把这些东西都设置成 不是特别重要 像这个宝箱错过有关系吗 没关系 我们这个之前牛角都已经收集起了 还包括像之后还会有这个传奇宝箱 是技能 没拿到也不要紧 这个咱们后期可以直接问商人买 然后多花点钱 剩下那些钱啊素材什么的 也都不是必要的要素 所以说错过也没关系 这边我们先把这个火堆点一点 然后把这个船帆给扬起来 就可以动 然后这个光明神巴德尔呢 他原来是这个很乐观 很这个积极向上这么一个 突然有一天呢 他这个脸色阴沉 闷闷不乐 这个时候呢 弗利加和奥丁就非常担心 就问儿子这个 因为他们是这个 巴德尔是属于这个掌上明珠的那种设定 最宠爱的儿子 索尔虽然是战斗力最高 但是最受大家爱戴的是巴德尔 这里米米尔说 我们这个船只能前进 不能上升 这个弗雷的折叠船 我之前也说到过 在这个矮神工匠那个故事里面 好 这边撞冰山了 泰海尼克号撞冰山 需要想点办法 让老父亲表演 我们继续说刚才的事 这个奥丁和弗利加呢 就问这个巴德尔怎么回事 巴德尔说呢 最近一直在做一个噩梦 同一个噩梦 但是醒来以后呢 不太记得 就感觉非常恐怖 像死了一样 然后这个奥丁和弗利加呢 就觉得不太对 应该是个不祥的预兆 是不是 然后呢 两人呢 各自想办法 这个奥丁呢 就起码去这个冥界 去找一个非常著名的 女预言家 叫做 法拉 或者叫瓦拉 这个预言家呢 他就问这个瓦拉 说这个巴德尔 后面会不会死掉 我这个 当然他这个 没有以奥丁的身份去问 因为这个奥丁的身份 去问的话 女预言家是不肯说 乔庄打扮了一下 乔庄打扮了一下去问 说这个 这个 巴德尔 我们都很喜欢 是吧 说这个 巴德尔后面会不会死 我们都担心这个事 女预言家说 巴德尔确实会死 而且是死于他的兄弟 霍德尔之手 这里面杀 杀女巫 这边这个女巫呢 射箭加利尤威坦的波纹 就直接下去了 当然因为这个 女巫等级比较低 这边还会刷一个 射箭加脚踹 也是可以下去的 非常轻松 等级插摆在哪 好这边呢 有一个升降机 我们先把符文换上 这边有升降机 这个 电梯底和电梯顶 都是有东西的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不要走太快 搜刮一下 然后继续说 这个女预言家呢 说着 她是死于 孪生兄弟 霍德尔之手 奥迪听了 就非常吃惊 然后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宝箱 这个是 伊卡洛斯的 这个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 我用的不多 错过没关系 后面是可以 直接买的 花点钱 然后这个 奥丁就接着问 说这个 那霍德尔 后来怎么样 然后女预言家说 霍德尔 后来被这个 奥丁的另外一个 儿子叫瓦利 给杀掉了 然后呢 奥丁又问 想这个霍德尔 他应该 虽然性格阴沉 但不至于 这个杀兄弟 是不是幕后 有人指使呢 当然他不能 直接问 是不是有人指使 这个太明显 感觉像在调查 所以说呢 他就问这个 有没有人 因为这个 巴德尔的死 没有太伤心 但是他虽然换了 一个方法 但是女预言家 还是觉得 这个人身份不对 怀疑他可能是奥丁 所以他就没有 回答这个问题 就不说话 这样奥丁这边的 线索就断掉了 we are going to get out of here brace me father it is time to end this here is my son it is time no it's that voice again you know who that is i do not know 老父亲这个 装的有点勉强 好我们这边换一下技能 接下来都是车轮战 但是杂兵 这个等级不高 所以说压力也不是很大 继续说这个 刚才的事 这个弗利加 奥丁这边断了 弗利加那边呢 他想了一个办法 他说呢 让派这个随从下旋 让世间万物都发誓 不能伤这个巴德尔 让大家都发誓以后 因为这个在欧洲 我说西方国家 这个誓言是非常厉害的 发誓了以后 就算是对自己不利 也要遵从这个誓言 违背誓言是很严重的一件事 好这边呢 这个上来几个人 都是消防队员 他们就想灭火 不想打我 所以说你不用靠他太近 看他们表演就行了 然后你这边人杀掉 后面又会刷 所以说无穷无尽 咱们等他把火灭了 是吧 跟他们绕一下 他们灭这堆 我们去点这堆 然后让他们过来灭那堆 他们反正灭火要好几下 咱们这个生活 只要随便打几下就行 静静看他们表演 你只要不打这两个人 后面杀命就不会刷 我们可以围观一会儿 好 然后我们等到这个一定的时间以后 就会上这个抓钩 这个抓钩上来以后呢 就触发剧情 把敌人给刷掉了 第一批可以这么干 后面就不能这样干 然后这个弗利加 让所有万物都发誓 然后随同就遵从他的指令 因为是天后 所以大家都听了 于是呢 世间万物都发誓 不能伤害巴德尔 所以说呢 这个原著神话里面 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设定 是世间万物 发誓 不能伤害巴德尔 但不是说这个巴德尔 就是种了什么 什么东西是无敌的 他这个无敌是来源于这 然后呢 世间万物 包括这个草木 花鸟 鱼虫 树木 山川大海 都发誓 连AK47都发誓 所有人都 所有东西 所有人 都不能伤害巴德尔 这样巴德尔 基本上是稳了 一方面呢 这个奥丁 提防着这个霍德尔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 伏利加呢 也是 经过这个 誓言这个事 基本上是感觉 还稳了 但是呢 有一个东西 他没有发誓 这个东西 就是胡忌生 之前我们新德里 给我们一串这个剑 就是胡忌生 这个胡忌生呢 他没有发誓 因为他是这个 长在这个阿斯加德上面 一个小的一个 灌木上的一个 缠绕的忌生植物 非常软的一个小疼 所以说呢 那弗里加觉得 这个他没发誓也没事 他这个那么小 不可能伤害到我儿子 好 然后听说这个 大家都听说这个巴德尔 世间万物都不能伤害他 这个 这个阿斯加德的人 都有点好奇 要不试试看 然后呢 就试试看 用这个刀枪棍棒去打这个巴德尔 发现 哇 真的是无敌 所有的这些投掷物 打到他这儿呢 就会要么偏离轨道 要么就在空中就掉下来 所有东西都不能打到他 于是大家发现这个特点以后呢 就经常你这个 测试巴德尔的这个无敌能力 作为这个阿斯加德的这个娱乐活动 就没事儿有事儿没事儿打一打 反正也打不死 到后面呢就发展成这个 大家这个朝巴德尔扔标枪是对巴德尔表示尊重 看到这个巴德尔就要这个用个什么武器干他一下 以示尊重的巴德尔脾气比较好 所以他也不生气 而且他确实也不慌 自己也觉得有点膨胀 所以说呢 这个正所谓这个不作死就不会死 这个时候洛基呢 洛基有这个动快脑筋 洛基非常嫉妒 巴德尔大家都喜欢他 而且他现在有了无敌以后 大家就更喜欢他 然后呢 这个洛基呢 所有神都不喜欢 受人唾弃 所以呢洛基就伪装成一个老太太 故意路过这个阿斯加德的这个神功 就套这个弗利加的话 就说这个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巴德尔 为什么大家都吵他扔东西 然后弗利加就说 他怎样怎样 无敌之类的 然后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洛基变这个老太太 就说这个 他要是真的无敌也就好了 就怕这个有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发誓 然后弗利加说 确实有东西没发誓 不了心说出来 说那个 那胡继生都没发誓 但是胡继生这个太小了 不足不足为惧 没事的 洛基发现了这个 这个漏洞 这个bug 很开心 回去就找了这个 阿斯加德旁边这个小灌木 胡继生 然后呢 使用这个魔法咒语 把它变得非常粗壮 然后呢 截了一段下来 消成一只这个 剑 就是弓箭的那个剑 然后呢 他还不自己动手 他找谁啊 他借刀杀人 找这个霍德尔 这个霍德尔呢 他是个瞎子 本来也是不怎么受这个众神待见 再加上这个之前预言的关系呢 这个奥丁也不太不太喜欢他 所以正有点郁闷 这个时候洛基跟他说 这个你看大家都很喜欢你兄弟 巴德尔 都很尊重他 你你怎么不去凑润了 然后霍德尔就就不说话 然后呢 这个 洛基就说 你这样不尊重他 是不行的 是吧 你一定要尊重他 你都没碰过他是吧 你快去尊重他一下 忽悠这个霍德尔上去尊重一下 这个兄弟 就算你对心里不喜欢他 你至少这个表示还是要表示一下呢 要不然的话 这个众神不是更不喜欢你了 一个人在那是吧 不合群 那霍德尔呢 就轻信了 好 这边说一下这个第二波 第二波这个钩子 卸下去以后会出这个乌妖 出这个女巫 直接破了盾 然后呢 想办法把他打出去 但是这个角度还是要注意 这个这个用 这条船上战斗 基本上还是靠这个练刃 斧子呢 用处有一点 但是不是很大 用这个混沌气旋 也是可以被打下去的 包括用这个 这个这个海伯利昂的猛击也是可以 然后接下来再撑一会儿时间 不要让他们灭火就行了 这个钩子呢 反正是三波 是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节点 上钩子的就说明这个过了一个阶段 同时会把场上给清空 然后呢 这个船上的火啊 如果两队都灭了 那就输了 game over 所以说你不要这个太太着急的去点火 有的时候要稳一稳 至少保证一团火点燃就行了 如果你这个难度比较大的话 你就尽量保一团火 不要去点那边的火的时候 这边火也会也被点也被扑灭 那就完蛋了 然后继续说 然后这个霍德尔呢 说我这个看不见怎么办 我怎么打他呢 洛基说我帮你瞄是吧 我帮你瞄 给他射箭 然后帮这个霍德尔瞄准 然后霍德尔就一键射出去 这个胡继生消沉的这个弓箭呢 郑重巴德尔胸口 然后巴德尔就应声倒地 可怜这个一代传奇光明神巴德尔 一身毫无剑术就这样死了 我好像也没看到他干了什么事 然后就反正挺惨的 就死了 还不如这个提尔 提尔至少还有点故事 虽然故事没有这个索尔多 但巴德尔是真的惨 然后巴德尔死了以后呢 众生都非常悲伤 但是这个这一集时间有限 这个众人怎么悲伤 霍德尔又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 奥丁和这个弗利加 又是如何反应 我们呢 以后再讲 以后再讲 好多同学说我欠故事 我其实欠的故事 我都基本 我都是补的 你们还有哪个故事 我欠的 前期有好多故事 我都补掉了 好 这边要小心一下 最后那波人实在是非常密集 不行 就这个用这个符文冷却一下 解放一下潜能 这边有两个这个重装甲兵 这个锤哥 然后还有就是这些敌人 如果你能背板的话 在他们刚从传弦上爬上来的时候 让这个儿子射一箭 是可以把他们直接打下去秒杀的 好 这样的就是最后一个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 会刷一个 食人魔 这个时候我们赶紧上去 把他说服 劝强 直接扛伤害 记得让儿子换成光之剑 因为光之剑打这个晕眩会快一点 食人魔是不怎么麻痹 好 有了坦克以后呢 咱们就可以这个一路高歌了 这边这个两团火都这个点亮 也是有好处的 就是这个船会飞的快点 因为这个这一段战斗当中节点是计时的 就是船飞到哪个地方 然后他就触发下一段 所以说你如果特别打特别慢的话 就比如说只有一团火点 那样的话 这船就飞得慢 这样就要多杀点敌人 然后船上呢 尽量可以多用这个重重轻轻 那个 那个招 这样的话可以把敌人吹飞 非常不错 好 我们在这个打完以后呢 这个船是不动的 咱们把东西搜挖一下再去触发 发现有一个东西掉到这个 这个空中了 就这就非常难受 是吧 可能是个什么斯瓦塔尔夫海姆的硬钢 还是还是什么咒术吧 不知道 反正不是关键东西 所以就就错过了 就见不到 这个船也是刚才我没说 就是这个船 明明这个热空气是往上的 为什么它会往前走 甚至还会拐弯 你仔细看那视频 这个船的路线是会避开那些障碍物 还会拐弯的 非常厉害 这就是传说中的顺风顺水 儿子震惊了 原来老父亲年轻时候这么勇 尊老爱幼 老父亲出神了 这当众处形也太惨了 公开处形 像巴格尔他一个人看见幻象 就会中这个幻象 但是我们这边是三个人 包括这个米米尔 应该两个半人 所以说互相提醒一下 这个不会被幻树给拖延太久 一个人就比较危险 儿子这边跟之前在锁木尔的尸体那儿 跟老父亲如出一辙 计划就是直接跳 好 这边先不往前走 去那个封印之间 我们到这地方搜刮一下 误打误撞掉进了 这个提尔神殿上层 应该是 这是奥丁的密室 这边这个棺材能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咒术 叫做外层国度之眼 这个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致敬那个漫威的无限宝石 这颗是空间宝石 外层国度之眼 它不可以直接叫这个 这个这个空间宝石 但是你可以从它的命名上面 可以看出 它对应的是哪一颗 这个外层国度之眼 加的属性非常好 全部加7 当然这个提尔那个碎片也加的很好 全部加6 然后这个运气是加10 都是非常极品的这个咒术 那么 把赶紧把它插上 那么这个这个 之前说的那个无限手套 因为至少要三颗 而且要升到顶 所以说咱们先学舱 那么这一期节目呢 也就差不多到这 我们这个下期见 谢谢大家